10月13日 就平时有听过天赋的歌吗 有有有当然 你这挑事呢 没有就是论一下 当面有 那来两句呗 那来不了 实在某某某某 那跳两下还可以 哈哈 那跳两下吧 跳两下 多乐视 有小歌手 哈哈哈哈 有吗 那你快点快点 要自己一起吧 要自己快点 快点 小龙都说你哥们都说 是吧 行了可以了 谢谢 哈哈 活动现场媒体问多多 在这部即将于10月16日上映的电影《小王子》当中 黄磊和黄博谁的配音最好 她的回答可谓是妙语莲珠 引来不少称赞 那请 能不能请多多也来评价一下 爸爸和黄博叔叔哪个配的更好 我觉得 所有人配的都很好 不应该去问这些问题 哈哈哈 功力啊功力啊 这功力够深啊 哈哈哈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北京报道 10月13日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3D动画暖心电影《小王子》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 影片的中文配音主创黄博 黄磊 多多 易烊千玺 马天宇 胡海泉 小柯 张义等来到现场助针 黄博在问道有没有听过TFBOYS唱歌 他就坦言不仅听过还会跳舞 差一点就和易烊千玺同台标了舞技 那您有平时有听过《小王子》的歌吗 有有有 当然 你这挑事的吗 没有 就是那一下 当然 那来两句呗 那来不了 实在某某不了 那跳两下还可以 那跳两下吧 跳两下 多乐趣 有小歌手 哈哈哈 有吗 那两个可以 一样借起一起吧 一样借起 快点 看点 一起一起 是吧 哈哈 行了可以了 谢谢 哈哈哈 活动现场媒体问多多 在这部即将于10月16日上映的电影《小王子》当中 黄磊和黄博谁的配音最好 她的回答可谓是妙语莲珠 引来不少称赞 那请 能不能请多多也来评价一下 爸爸和黄博叔叔哪个配得更好 我觉得 所有人配得都很好 不应该去问这小王子 哈哈哈 功力呀功力呀 这功力够深的 哈哈哈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北京报道 嗯 有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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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